佛山省事那是名声远扬 而在梅州的大布县有一项民间文化艺术也是堪称一绝 那就是广东汉乐 在2006年广东汉乐被列为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当地看看 当地人是如何用汉乐演奏出他们的幸福生活的 穿过大布县百侯镇的斑驳古巷 在太安楼古民居里 一阵悠扬婉转的乐声飘来 韵味十足 一千多年前 客家鲜明南迁时带来了中原古乐 经过历史的变迁和当地民间音乐相融合 也变成了现在的广东汉乐 再大布 广东汉乐那可是YYBS 我这也拉得太难听了 不过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告诉大家 我手中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它叫头弦 是广东汉乐演奏使用的弓弦乐器 又叫吊龟子 我说的对吗 钟老师 对 就是广东汉乐目前使用的 领奏业绩 钟李俊出生于汉乐世家 是中世家族的第三代头弦手 八岁就开始接触头弦 1983年 从梅州市戏剧学校毕业的钟李俊 进入广东汉剧院 担任头弦领奏兼音乐唱腔设计 配器 先后创作出蝴蝶梦 白门柳 尘埃落定等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 虽然是学院派出身 但钟李俊却一点也不高冷 特别接地气 尤其喜欢在江湖派里赶场子 互相学习嘛 喜常不断嘛 他们民间的乐手 有民间乐手的演奏的特色风格 我们专业艳团的乐手 我们有我们的演奏风格 那就看怎样相容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东汉乐在整个大部线的演奏点 有两百多个 而家庭式的汉乐演奏点 有五十多个 一大批老 中 青年乐手 活跃在城镇 乡村 可谓是村村文古乐 处处弄闲销 我是农民 我是乡村医生 我是教师 我是经商的 我是从东莞回来的乡村 我是从深圳回来的自由音乐人 我是村委退休干部 我是乡村干部退休的 搞一些汉乐发动 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很有好处 干完农活有时候也会来两手的 我们的农民生活大大的提升了 感觉着很开心 我们来自十个村 我们记得一起好像亲女兄弟 搓完一手指 喝点灰茶 唠唠家长 非常开心 农民父亲来了 也追求这个精神农民方面的 农忙时种地 农闲时和三五知己一起演奏汉乐 大部县人民的快乐 就是如此简单 梅州大部是汉乐之乡 大部县光德镇的姐姐们 也将汉乐融入到了广场舞当中 把广场舞舞出了新花样 你们看 姐姐们跳着欢快的舞步 在感受新农村新文化美好的同时 也舞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接着你们 Kanada said 你们 Imagine 我 你 你们 你们 你们